女生来大姨妈提供情绪价值才是最有效的 你这说来大姨妈你怎么回啊 我就说有需要找我就行 就知道 女孩子想从你这里要到一个情感需求和行动需求 都没有得到 那么今天得了一招 就让女生在这个心灵和身体上最脆弱的时候 对你方心暗虚 记得简单主张加关注 转给你那个舌头都舔麻了去 你过来看一看 首先也就回复咱们 我来大姨妈了 脸好大呀 咱们先树立一个妇女自有的女社 比较容易在女生这个情形化的时候呢 让她内心跟咱们更加的贴近 回复她 这个我是专业的 早说就好了 先让女生相信这个人设 你看她回复 真的假的呀 那咱们这会儿呢 就要提供一个最简单的语言上的一个陪伴 幽默回复她一下 多喝点水嘛 再加上一个调皮的小小羊毛 打破一开始的这个妇女自有的人设 逗女生一乐 女孩子回复 是我错付了 明面上是在情绪低落 但其实呢 女生还是很想跟你继续聊下去的 紧接着我们开始情感的第二层转化 那就是好奇 先铺垫着 回复她 不过我有个问题 我没有想明白 女生回复 什么问题啊 那咱们就问她 为啥那个叫大姨妈呢 紧接着再给一个可爱的表情包 这种很私密的事情 一旦女生和你聊了 就说明 她不介意在你面前展现一下真实的自己 其实呢 也有意去拉近彼此的一个关系 你看女生回 我也不知道 你看 女生回复什么 其实都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接下来的这个话术呢 可以应对所有的回复 咱们就说啊 会不会是第一次来的时候 感觉很惊 然后呢 一大叫 哎 姨妈呀 哎 真假不重要 重要的是 给女生现在最需要的情绪价值 而且呢 最好是能让她发笑的那种 你看啊 女生回复了 哈哈 真的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还真是给我惊到了 哎 接下来啊 如果继续幽默 就会想到呢 咱们就有点耍小聪明了 女生呢 就会排斥了 所以说要把这个话术往关系她身体的方向去拉 体现咱们的一个体贴 咱们就紧接着回复啊 不过说真的啊 来大姨妈了 这两天呢 你要多喝红糖浆茶 你看女生回复 哎呀 早就喝了呀 咱们前几呢 先去夸她一下 还是要继续正向的一个情绪复出 回复她 嗯 挺会照顾自己的啊 你给她回复 没办法呀 实际上咱们有男朋友呢 这里啊 其实就是在暗示咱们了 咱们再喜欢 也别急着去表达自己的一个心计 而是要顺着这种 若有若无的这种感觉 说下去 回复她 嗯 可能你未来的男朋友比较害羞 在等机会给你表白呢 来 你看 她暗示咱们 那咱们呢 也就暗示回去呗 撩人不就是打开机吗 对不对 如果你不懂得在感情中 营造利益的一个情绪 不妨4666 我送你一份聊天管理手册 里面呢 有跟各类型女生聊天的一个全流程 你看她回复啊 那算了 这么笨 不要也罢 这里啊 其实就是明王谎的在点咱们了 咱们再踢皮球 那就不礼貌了 不如呢 用一个土味情话来聊一下 问她 西红柿和番茄 土豆和马铃薯 你还能想到这样的例子吗 哎 你给她回复 香蕉和葡萄娜 感觉这个女生呢 性格还是很可爱的 而且呢 对咱们一定是有一定的好感的 否则不敢跟咱们这种打着球 咱们先回复一个 知道你为什么诞生了 把她的情绪再引到号写上去 你还要回复 为啥呀 那聊到这儿了 咱们就可以预行故纵一下 对吧 回复她 不配合呢 可不得孤独终老吗 一句欢迎 同时呢 为后面的这个大招 做一个铺垫 女生呢 看来也是很喜欢这种小把戏 回复 怎么配合啊 女生呢 没有表现出来这个排斥 对吧 那就可以按照预设的这个铺垫来回复她 你就说 你说我不知道 你就说 我不知道 高速和真心缺一不可 毕竟真诚才是最大的必下技嘛 咱们回顾一下前面所有的聊天 女生发的小表情是很多的 而且呢 她的情绪已经在和咱们这个聊天中呢 慢慢的放松下来了 没那么烦躁了 所以呢 前面的铺垫 这里展示最好 赶紧回答一句 笨啊 当然是我喜欢的人和你啊 你看女生回复 图一情话呀 啊 说的好 下次别说了 哼 这时候呢 咱们就不能这么听话了 对吧 因为很明显 这一句对她来说呢 很受用 所以说咱们还是要表达对她的一个关心 回复她 诶 逗你开心一下嘛 必须来大姨妈了呢 对吧 你看女生回复 那谢谢你啊 气氛已经这么好了 不试着去约女生出来见个面 那实在是出过去了 赶紧抓住机会回复她 就嘴上说谢谢 女生肯定也猜到咱们要跟她说什么了 果然回复了一个 啊 不然你想怎么办呢 看来呢 巴就不离死了 对吧 咱们回复一个 比如我期望吃一个晚上饭 你跟女生说 嗯 你想吃什么 这事板上钉钉了 吃啥其实也不重要 目的已经达到了 但是呢 为了照顾女生的这个身体 咱回复她一个 吃个面具想 肚子呢 心惨 女生问几点下班 啊 直接聊到说一个八点 聊天就可以圆满结束了 今天这招简单啊 不会聊天 找德哥 带你轻松上外车 如果你还是不会 我来教你